许愿从来没有想过 像自己这样的小人物 居然会和清明上河图这样的国宝 设上关系 但是有一天 古董局中局 二 清明上河图之谜 进行 我实在是没有想到 作为全球最繁华的都市之一的香港 在离它如此近的地方 竟然存在着这样一个黑暗之城 我浑身变得冰凉 我恐怕指望不上什么援军了 钟爱华蹲在我的面前 双眼盯着我 许大哥 你还记得咱们俩在郑州相遇的时候 我说的话吗 我告诉你啊 这不是骗你的谎言 这是我发自内心的钦佩 还有羡慕 你和我的舅舅 真的都是我的偶像 是到如今说这些有什么意思 钟爱华仰起头 看着天花板的一角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的舅舅每次一出差 都会给我带回几件小礼物来 不值什么钱 但是却很有趣 我舅舅每送一件都会给我讲一个故事 他总是说古物的身上带着古人和古事 真正的研究者 不是买卖他的价值 而是还原其中的真实 那个时候的我立志要以我的舅舅为榜样 你和我的舅舅是同一类人 许大哥 执着 坚强 一心追求真相 如果我的梦想能够实现的话 那我应该就是你许大哥现在的这个样子 少说废话 你没有 你也不会有的 钟爱华没有理我 他自嘲地笑了笑 继续说道 可惜啊 命运弄人呢 黄克武举报了我的舅舅 我的舅舅自杀了 我们全家 被迫逃了出来 后来 来到了这里 我就因为人命官司 逃进了这九龙寨城 在这里我学会了所有罪恶的品行啊 当然 这也是最有用的技能 所以我加倍地羡慕你 许大哥 本来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打假英雄 结果 成了一个你们眼中彻头彻尾的坏蛋 对吧 其实在很多的晚上我都在想啊 如果我的舅舅没有死 那么我的人生会不会不同 我会不会现在也和你一样 成为一个真正的打假的卫士呢 说到这儿 他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 我舅舅的死我不怪你们 他买宴品是他走了也 但是你们五脉呢 你们五脉一面喊着趣味存真的口号 一面自己做了那些龌龊的事情 真是令人恶心 你知道这些年中华建谷学会暗地里 搞了多少假的东西吗 他们骗了多少人吗 我的舅舅因为一件宴品就自杀了 而明眼梅花的诸位贩卖了这么多假货 为什么还可以贪然自若的居身高位 媚着良心说什么趣味存真 凭什么你们这些人就可以伪善啊 凭什么呀 钟爱华说到这里 已经近乎咆哮了 他用手指都狠狠地点在我的额头上 这次的清明上河图 就是你们的报应 如果五脉贪婪的真面目被撕开 如果你许愿根本就不是什么英雄 我们根本就是一样的 那么我的人生也就不那么遗憾了 听他这么说我忍不住辩驳 行了 把你的罪恶行径怪到别人的头上 这是在为你自己的堕落找一个借口 对吗 徐大哥 看来你对你们五脉的龌龊 根本就不了解呀 钟爱华说着拍了拍手掌 门外一位戴着墨镜的老妇人 被人参扶着走了进来 钟爱华快步走过去 扶住老妇人的胳膊 引导着她来到了我的面前 我彻底的傻了 我勉强地 挤出了一个名字 素姐 素姐的神态和当初在那间小黑屋里一样 沉稳而不是优雅 不过气色要好多了 钟爱华小心地搀扶着素姐的胳膊 她低声地叫了一句 外婆 你小心一点 什么 钟爱华叫素姐什么 我的脑子嗡了一声 好像置身于被木锤敲击的大钟里 这 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素姐的墨镜很大 几乎遮住了她的大半张脸 她颤巍巍地走到我的面前 摸了摸我的头 小雪 我骗了你 对不起啊 外婆 咱们不欠这个家伙的 不用跟他道歉 一马归一马 他们许家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情 爱华 给他松绑 钟爱华虽然不大情愿 但是还是尊崇了她的外婆的意思 坐过来 把我的双手解开了 我揉着被勒得生疼的手腕 心情却没有因此而变得轻松 钟爱华看着我 你就别想着要逃走啊 你就算离开这个房间 也不可能活着离开九龙寨城 我没理他 转身对素姐说道 素姐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素姐的嘴角略微挑了一下 答非所问地回答 小雪啊 我骗了你一回 那我就给你讲一个故事 作为补偿好吗 这个故事全世界 如今只有两个人才知道 其中一个人已经躺在了病床上 那只能由我来讲给你听了 我当然知道她指的是谁 我的呼吸都变得沉重起来 我盯着素姐 静静地等着她的诉说 素姐略微停顿了一下 我还是从 玉顺楼的那一站说起吧 我想你东奔西走了那么久 对那一站多少也有一点了解 对吗 啊 那是在1945年 五脉派黄克武南下郑州 重新收拾河南的古玩街 她到了郑州 先后办成了几件大事 让整个河南的古玩街 都风声鹤唳 于是河南当地 最有名的七个古玩大铺 连起了手 在玉顺楼设下了赏真宴 想一站打退黄克武 他们想得很简单 觉得黄克武呢 不过是一个矛头的小伙子 以他们七家的底蕴 怎么都可以收拾掉他了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这七家里 出了一个叛徒 没解说到这儿 唇边的皱纹都舒展开来 似乎在讲述一段 令人开心的 美好的回忆 在当时的七家之中 梅家的势力最大 其他的六家 都为梅掌柜马首实战 而这个梅掌柜啊 有一个小女儿 叫梅素兰 不知道这个梅素兰 发了什么婚 竟然喜欢上了 那个叫黄克武的臭小子 你想想 黄克武只身入河南 单刀附会 英字薄发 也许哪个女孩子 都喜欢这样的孤单英雄吧 结果一来二去 两个人偷偷地好上了 其他人都不知道 我呆呆地听着 不知道为什么 素姐刻意用第三人称来讲述 她好像在讲一个 跟她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故事 素姐继续淡淡地说道 老梅掌柜为了准备御顺楼一站 和其他的六家掌柜筹划了很久 结果就在开宴的前夜 梅素兰 把所有的设置机关 偷偷都告诉了黄克武 你知道的 古董斗赌 千变万化 就是真假二字 如果事先已经知道了 谁真谁假 那么胜负就变得非常简单了 黄克武得了梅素兰的暗中相助 自然是无望而不胜 一路高奏凯歌 梅素兰的心中 也是暗暗的欢喜 因为那个黄克武曾经答应了梅素兰 当他从河南回来之后 就带这个女孩回北平 跟他成婚 可是偏偏这个时候 变故横生 七家大商铺眼看抵挡不住 居然从开封请来了一位阴阳眼 要跟黄克武斗一场 刀山火海 我又听到了刀山火海这个词 我之前就很好奇 现在我忍不住问了出来 梅姐 那什么叫刀山火海 梅姐的脸上抽搐了一下 似乎仍旧心有余悸 刀山火海 恐怕是赌斗里最残忍的一种了 双方先是交换宝物给对方鉴定 然后孤出价值 然后就开始一件件的 自毁 这就叫做上刀山 自己毁掉一件 另外一个人必须要付出同等的代价 所以 给对方估价的时候非常考验胆略 估得比实际的价值少 那就等于自己承认 鉴别的水平不够 如果你估的价值多 等一下对方上了刀山 那自己的损失就更多了 所以心理压力极大 而且更残忍的是 从赌斗一开始 双方都要坐在刚刚点燃的火炉之上 火势会越来越旺 谁支持不住 谁先离开了座位 也算数 这就叫做下火海 听到这儿我不仅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哪里是赌物啊 这是在赌命 这种血淋淋的毒法 不像是在内地 倒像是关外胡子的作风 我瞪大了眼睛 盯着苏杰 苏杰继续淡淡地说道 除非你跟人有深仇大恨 一般人不会跟你斗一个刀山火海的 不知道那位阴阳眼 收了什么好处 还是跟五脉有什么深仇大恨吧 一上来 他就选了这个刀山火海 黄客五年轻气声 他不肯落了气势 结果两个人上了三楼 就这么逗了起来 拼到最后 阴阳眼亮出了一副宋徽宗的真迹 吉春踏花图 那个上面有绝压 天下一人 无比贵重 据说那个阴阳眼 坐在火炉上 面不改色的 一段段地搅碎了那幅画呀 黄客五没有料到 这个人如此决绝 他自认做不到这一点 就认输了 结果阴阳眼打败了黄客五 而自己的下体也被烤烂 命已经丢了八成 被人连夜送回开封 据说没几天就死了 七位黄掌柜 还有那个黄客五 钦佩这个人的手段 一起发了毒誓 对那一天玉顺楼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都守口如瓶 苏解淡淡地说着 我已经听得满头是汗了 事情已经过去了几十年 我仿佛还能闻到 玉顺楼三层上 那股皮肉烤糊的味道 之前听大眼贼讲过他的二爷爷料定的故事 我当时只是钦佩他爷爷对我爷爷许一成的义气 现在听到这个细节 我只觉得料定这个人太可怕了 坐在火炉上 泰然自若的豆宝 那简直就是古玩界的邱绍云呢 素解没搭理我继续说 黄克武认了书 这趟河南他就算白来了 可是这个人 却把他自己的失败 归咎于了那个一心在等着他的女孩 梅素兰 他认为梅素兰故意隐瞒了阴阳眼的事情 是设了一个圈套害的 黄克武的心情可以理解吗 天之骄子心高气傲 他因为恐惧死亡 被逼认输 所以他心里不服 何况他的竞争对手刘一鸣 已经顺利地平定了陕西 陕狱之争 皇子们落败 他的心态就不平衡了 他就要迁怒于别人 他负气地离开了郑州 返回到了北平 再也没有联络过那个梅素兰 那个傻姑娘千等万等啊 等来的居然是这么一个结果 他想去北平找黄克武 可是当时内战爆发 病荒马乱的 道路也不通 他只好回家了 可是他很快发现 他已经怀孕了 他只好匆匆地找了一个人家 嫁了过去 嫁了之后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子 他这个丈夫是个好人 没有嫌弃她 很快梅素兰和她的丈夫又生下了一个女孩 一家四口很是幸福 可惜啊 天有不测风云 没过几年 她的丈夫就去世了 梅素兰一个人支撑着这个家庭 靠着自己在单亲方面的造诣 在辱词研究所工作 带着一对儿女艰难度日 好在他的儿女都很争气 他的儿子长大以后 继承了他父亲的天赋 对考古和古玩有着极大的兴趣 去了安阳考古队 而他的女儿也很快嫁人 给他生了一个聪明的外孙 可是他的儿子因为一次买宴品的事故 被黄客物查了出来 他一时想不开 居然自杀了 他的女儿一家决定移居香港 想把他接走 可是这个梅素兰太傻了 他拒绝了 他仍旧等在河南 他一直等到了女儿女婿 在香港双双车祸身亡 外孙也失踪 他什么都没有了 眼睛彻底哭瞎了 直到一个自称老嘲讽的人出现 素姐说到这儿 耸动着双肩 几乎说不下去了 钟爱华双手紧紧地抱着素姐 轻轻地拍着他 外婆 然后他抬起头来看着我 那接下来还是让我说吧 我父母双亡 我从小流浪在街头 后来惹出了人民官司 逃到了这个九龙寨城 很快我混成了一个小头目 然后我和百瑞莲的高层有了联系 百瑞莲要针对五脉部一个大局 我就自告奋勇参与其中 我多次潜入内地打探情报 我知道了我的外婆被困在了城际村里 但是我没有着急救她出来 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对付五脉的计划 很简单 我只要把一个一心报仇的傻瓜引到城际村 让我的外婆给她讲了一个故事就够了 说到这儿我的脸红了 这是我毕生的耻辱 正在我发呆的时候 梅肃兰的情绪恢复了一点 她问我 你还记得我让你拿给黄克武的小水鱼吗 我记得 她这次来到香港 我特意见了她一遍 我没说别的 我只是告诉黄克武 这个小水鱼 是用掺杂了她儿子的骨灰的瓷土烧成的 那个当年她亲手害死的儿子 这是他们父子第一次见面 我一瞬间觉得通体冰凉 这个小小的水鱼里隐藏的 是何等的怨恨和痛楚啊 我作为旁观者都觉得毛骨悚然 可以想象 作为当事人的黄克武 所遭受的打击 该有多么的大呀 下集预告 徐苑怎么也没有想到 1945年的河南御顺楼之战 就像是一个大十字路口 居然向外牵扯出了如此之多的织腕 代事的传承 廖家的忠义 梅家的悲剧 皇家的失事 以及刘家的上位 还有许家的恩怨引在后头 而且每一家都与清明上河图 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 不过对现在的许愿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厘清这些关系 而是从这个九龙寨逃出去 好在关键时刻 关键的那个人又出现了 宿姐告诉我 这次她见到黄克武 没说别的 她只是告诉黄克武 那个小水鱼 是用掺杂了她的儿子的骨灰的瓷土烧成的 那个当年她亲手害死的儿子 这是他们父子的第一次见面 听到这里我顺势都觉得通体冰凉 宿姐说的轻描淡写 但这小小的水鱼里隐藏着的是何等的怨恨和痛处啊 我作为旁观者都觉得毛骨悚然 可以想象黄克武这个当事人所遭受的打击 是有多么的大 宿姐没有继续说下去 但是她的身体却微微的颤抖 显然 她也在强行抑制着自己的激动 钟爱华轻轻抚摸着自己的外婆 继续对我说道 你听明白了吧 这样一个组织这么一群人 寡怜掀耻背信弃义 你还觉得自己在维护着正义吗 你好好想想吧 说完她一转身 参抚着宿姐走了出去 一直在旁边没有作声的王忠志 拍了拍我的肩膀 笑眯眯的说道 怎么样啊 许先生 比电影还要精彩吧 相比之下 我们百瑞连是不是还要讲道义得多呀 我们一心是为了中国古董界的大利益呀 说完她也转身离开 打门咣当一声地锁上 屋子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我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 我脑子很乱 我要慢慢地消化这些故事 1945年的玉顺楼之战就像是一个大大的十字路口 居然向外牵扯出了如此之多的织腕 带石的传扬 廖家的忠义 梅家的悲剧 皇家的失事 还有刘家的上尉 以及我们许家的恩怨 这每一家 都与清明上河图有着或明或暗的关系 一件古董 居然影响了如此之多的人的命运 我知道钟爱华的用意 他们是打算摧垮我的心神 使我就范 但是我也知道 他们没必要在这上面撒谎 这些故事恐怕都是真的 五脉隐藏在历史中的风波 远比我想象中的要复杂得多呀 我也很同情肃解 这个女人一生的遭遇 实在是太过坎坷了 她后来所做的一切事情 我一点都不怨恨她 但是现在我该怎么选择呀 难道我跳出来 指责黄克武使乱中气吗 还是坚持我原来的立场 我苦笑了一声 还是放弃了思考 现在想这些都没有任何意义 还有三天 两幅清明上河图的公开对峙 就要开始了 我能不能感到 是个大问题 这间屋子里没有钟表 窗外也永远都是 阴森森的混沌的景色 空气也很恶劣 让人脑子发晕 我昏昏噩噩的 不知道度过了多少时间 钟爱华和素姐再也没有出现过 只有王忠志来过几次 每一次他从不进入主题 都是慢悠悠的给我讲一些最近的事情 比如说哪里的店铺被查出假货了 哪里的大学研究所被发现开发造假技术了 这些都跟五脉有关 在他的嘴里 五脉在内地的势力正在土崩瓦解 就只欠他们临门这一脚了 后来他看到我不理他 又开始吹嘘起百瑞连来 他吹嘘百瑞连的历史有多么的悠久 规模有多么的巨大 如果百瑞连能够打入内地市场 那他将会开始一个新的腾飞云云 他甚至还给我讲 他是如何把钟爱华从九龙寨城挖掘出来 并且培养成了一个人才 绕来绕去 他的目的总会绕到这样一个话题 那就是内地人才积极 但有些人无处发挥 只有在他们百瑞连 才有几乎一盏才华 找到自己的价值 我许愿最好也过来 我始终冷冷地笑着 不打理他 王忠之后来终于翻脸了 他失去了耐心 找了两个打手 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 直到我昏厥过去 可是我醒来以后 依然是一言不发 王忠之兴兴地离开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的心也一点点地冷了下去 没有了我和清明上河图的残骗 公开鉴定对五脉十分不利 要是赶不上 那之前的一切努力可都白费了 我想我现在不知所踪 那么刘局和燕燕一定是疾风了 可惜现在这不是在香港演武打片 我没有办法像那些片中的巨星 或者是主人公那样 无论身处多么绝望的境地 都可以绝处逢生 不知道过了多久 门外忽然响起了交谈声 我觉得好像是 吃饭的时间到了吧 百瑞连在这方面倒是从来不亏待 每次的饭菜质量都不错 当然我也不客气 一扫而光 我得让自己保持体力啊 破旧的铁门咯吱一声打开了 一个戴着白帽子 穿着条文衫的外卖小哥走了进来 手里提着一个石盒 九龙寨城里没有什么高级的食物 我每次吃饭都是从外头送来的 外卖小哥走进房间 熟练地蹲下身子 打开石盒 里面有辣鹅 肠粉 虾饺 还有一盒干炒牛盒 还有一种银耳雪梨猪蹄汤 外卖小哥把石盒刚摆出来一半 守卫忽然没头一皱 你是谁啊 不是小王啊 外卖小哥头也不回 啊 小王他妈病了 我临时替他 看守立刻变了脸色 你胡讲了 小王的妈妈早就去世了 外卖小哥回过头来笑嘻嘻地说道 那你去问问他不就清楚了吗 说完 在这个外卖小哥的手里 竟然多出了一把五四手枪 就在守卫和我一愣的瞬间 枪声响起 守卫倒在了地上 我一抬头 外卖小哥把帽子一摘 露出的是要不然的脸 我愣住了 你 要不然潇洒地摆动了一下枪口 走 到了香港 我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跟我走 我顾不得问他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赶紧起身 跟他一起朝门外跑去 这是门外传来了大声的呼喊和杂乱的脚步 看来百瑞连不只是放了一个守卫在这里 刚才的枪声惊动了更多的人 要不然骤然停下了脚步 左右看着 他走到窗边飞起一脚 那面秀石的窗框轰然倒塌 要不然身头看了看 对我说道 门口出不去了 从这跳下去 从这跳啊 这可是七楼啊 没有问题 相信我 快跳 我不知道从哪里生出的勇气 二话不说 一纵深 从窗户跳了出去 我只觉得身子一轻 有那么一瞬间 好似要飞起来一样 然后重重的落在地上 可是落的地方非常的柔软 直接陷了进去 居然没有多大的冲击力 唯独鼻子里充满了腐臭的味道 我挣扎着爬起来左右一看 才发现自己跳进了一大片垃圾山中啊 这里堆满了凹烂的食品 破旧的塑料袋 女人的卫生巾避孕套 针管粪便 还有破烂不堪的衣服 以及说不出是什么的垃圾 他们杂乱无章的堆叠成了一座座小山 厚度惊人 我挥手一挣扎 一大片苍蝇嗡的一声起飞 好像剥去了一层黑纱呀 这里四个方向被四栋楼房围住 仅有的空隙被木板和瓦棱棚填的满满的 看来这里的居民从来没有考虑过 要把垃圾运出去的问题 直接就扔在了这里 形成了一个城中的垃圾山 正在我发呆的时候 要不然也跳了下来 我们两个挣扎着爬起来 试图从这个垃圾山上爬开 此时追兵从窗户已经探出了头 要不然二话不说 举枪就打 上面的人赶紧把脑袋缩了回去 要不然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 然后手一指 我们两个跑到一个与垃圾山平齐的窗户口 又是一脚踹过去 窗户应声而裂 我们顺着窗户钻了进去 里面是一间极其狭窄的屋子 一个赤裸着上身的女人坐在行军床上 正在给自己注射着针迹 而她的屋里也没有什么门 只被一个粉红色的门帘隔着 我们突然闯了进去 她吓得把针头都弄断了 发出痛苦的叫喊 我和要不然顾不上管这个女人 我们掀开门帘就冲了出去 一出门我才明白 为什么钟爱华说 就算是出得了房间 也跑不出九龙寨城 我们面前是一个立体的迷宫啊 几栋千灰色的大楼之间 被无数的管道相连 密布着数不清的通道和招牌 高高低低的棚户和垃圾山填色其间 错综复杂 让人眼花缭乱 除了污秽的灰褐色和惨白色 其他的所有色彩都被侵蚀的看不出来了 几缕阳光从天顶垂下来 仿佛这已经是上天恩赐的极限了 我禁不住暗暗的感慨了一声啊 天哪 要不然一拽我的胳膊 行了被发呆了 等你回去写回忆录的时候再感慨吧 快走 那你你知道怎么走啊 我也不知道我是被人带进来的 凭直觉吧 这里之所以被称为迷宫 除了复杂还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 你完全没有办法用正常的建筑逻辑去猜测 比如说你看上去一段好像要上去的台阶 也许走到尽头确实一面水泥墙 你以为前面被两间小屋挡住 没有道路 但是你会发现旁边有一节木梯子 过往的行人需要爬梯子 从屋顶钻过去 后面就是一条道路 更神奇的是 我看到一处走廊突然拔高斜上 半吊在空中 然后朝左右伸出三条通道 可以跃向三个方向的楼层 我和要不然一路狂奔 旁边行尸走肉般的居民默然地看着我们 他们对这种逃亡的景象已经熟视无睹了 远处人影闪动 似乎是追兵杀了过来 这些都是低头蛇呀 自然要比我们更加熟悉地形 要不然一边跑一边向后面射击 每次枪响都会引起一阵骚乱 但很快就会恢复平静 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九龙寨城里跑了多久 感觉一直在绕着弯子 追兵的人数却在逐渐增加 距离也越来越近 而且对方也开始开枪了 这样下去 我们被追上那是迟早的事情 我们跑到了一片开阔地里 看到在空中正竖起一个自来水龙头 一个浑身叼满纹身的马仔 正抓着水管 手里抓着一把票子 旁边是一排衣衫褴褴的居民 有老有少 各自提着塑料桶和碗盆等着打水 我心里一动 冲着要不然喊 要不然顺着自来水管子跑 为什么 我记得钟爱华说过 九龙寨城没有城市供水 仅有的几个水龙头都是倒街的 被黑帮把持着 如果是倒街的话 自来水管不会走地底的 肯定是从地面接过去的 沿着他走就一定能走出去 要不然冲我竖了一个大拨手指头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卖水的黑帮马仔注意到了我们 他警惕地掏出了一把水果刀 要不然一点也不客气 一枪把他撂倒 居民们先是一愣 然后就争相恐后地 扑向了水龙头 开始争抢水源 我们趁着混乱 顺着自来水管延伸的方向跑去 如果是正规的市政工程 水管是埋在地下 根本不可能追踪的 可是这里是无法之地 市政根本顾及不到 他们想接水 那肯定是直接在地表 把管子架进来 果然如我预料的那样 黑帮根本不会精雕细琢的施工 他们的办法简单而粗暴 从寨城外头 沿直线 拆毁沿途的建筑和棚屋 愣是拆出了一条通道 然后直接把管子架设进来 所以这条通道很宽阔 足够两个人并肩而行 这让我想起 我很早以前听过的一个笑话 如何最快从一个迷宫里走出来 那就是朝一个方向 一路拆墙直线前进 我们顺着宫水的跑道 跑了大约十来分钟 拐过一个弯 前方忽然射来了几道耀眼的光芒 在这个阴冷灰暗的城里待久了 看到这光芒 我简直要哭出来啊 那是阳光啊 那是出口啊 这代表着我们马上就要脱离这个城寨了 此时后面的追兵也追了上来 子弹开始擦着我们的耳朵飞过 忽然要不然喊了一声 一下子跌倒在地 我连忙去扶他 发现手上都是血 我大惊失色 要不然 你受伤了 他骂得给打中屁股了 哎呀 他们打老子哪儿不好啊 算了 我扶你走 不行 这种英雄场面不适合咱们俩 我留下了争取时间 你他们的赶紧跑 要不然说着挥舞着手枪 这怎么可以啊 我怎么能把你扔在这儿 行了 你别忘了当初我们的约定 咱们是因为要干掉百瑞连才联手的 你再磨蹭 就赶不上展览会了 啊 展览会是今天吗 当然了 你小子已经失踪三天了 要不然说着给手枪里重新装了子弹 然后蹲在一颗柱子旁边靠住 朝后面开了几枪 后面的脚步声消失了 我看到几个人影躲了起来 只是探出脑袋 用粤语大声的怒骂着 要不然撕下一节衣袖 给自己的伤口做了一个简单的包扎 此时的地上 已经有了一小滩鲜血了 要不然一边包着伤口一边抱怨 妈的这个任务太麻烦了 我看着要不然心情很复杂 我几乎想揪住他的衣领 大声的质问他 你到底在想什么 这个家伙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又是我仇敌的爪牙 是我居心叵测的合作伙伴 而现在又成了我的救命恩人 他到底哪一面才是他的真面目 他到底是在想什么呀 我完全混乱了 我现在甚至不知道 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他 要不然扭过头 冲我刺了刺牙 你他妈为什么要摔我的BB机啊 不然的话 我们俩还能聊会儿呢 听他忽然问我这个 我无言以对 要不然见我神情尴尬 又刺了刺牙 老子跟你开个玩笑 瞧你那傻样 我没理他 只是正色的看着他 要不然 你要活下去 要不然靠在柱子上 露出了一个虚弱的笑容 这是你的命令吗 你活下去 然后去自首 然后我跟你好好地聊 行了 你赶紧走啊 要不然不耐烦地催促着我 我眼神复杂地看了他一眼 转身朝前跑去 身后要不然的枪声 一声紧似一声 仿佛是送葬的钟声 我沿着自来水的管道 终于跑到了通道的尽头 这里修了一个小门 不过没有枷锁 我推门出去 一下子被灿烂的阳光 晃得睁不开眼睛 外面正是正午时分 蓝天白云 红日高悬 我眯起眼睛 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仿佛是在阴槽地府里 转了一圈 又还回到了人界 我现在没时间耽搁 九龙寨城附近没有交通工具 治安也很乱 我一路小跑 一口气跑出去 大概两三公里 我看到了一辆私家小车 开过马路 我猛地扑上前 拦住了这辆车 上车之后 我扔过一把招票 对司机大声说道 快 带我去弯在香港会展中心 司机见我一身腥臭 满脸凶煞 又是从城寨方向跑过来的 没敢跟我理论 一打方向盘 朝着维多利亚湾驶去 开到一半 司机一看后视镜 忽然对我说道 你是许愿先生 我一愣 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 哇 你真是许愿哎 这几天报纸上全是你的照片啊 说你是打假英雄 到机场遭到绑架 警方正大肆搜捕 还悬赏了 搞得好热闹啊 没想到我被绑架之后 竟然惹出这么大的动静 司机又追问我 你是要去展览会场吗 我没有精力应付他 只好点了点头 啊 许先生 有没有什么内幕 透露一下 我实在是不想多说什么 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 没什么内幕 我刚从九龙寨城逃出来 我就说了这么一句 司机吓得顿时不敢说话了 他把车开得飞快 直接把我拉到了香港会展中心 下集预告 好在还不算晚 许愿终于在文物展的开幕式开场之前 赶到了香港会展中心 两张清明上河图的对峙即将开始 许愿信心满满 他拿着放大镜 在两幅画上细细地看着 残片来自于正本 那么只要找出他和故宫本之间的契合点 或者找到他和百瑞莲赝品之间的违和点 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这回应该不会再出什么差错了吧 感谢收听热播健保小说 古董局中局第一步 敬请订阅点赞 开启小独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